讓公投大家庭 臺灣謝謝你 加油 備戰年底公投大戰 國民黨出動秘密武器 公投宣傳車 從中央黨部出發 一路開往養豬大戶屏東 宣告全台接獎正式開跑 黨主席朱立倫當然不會缺席 只要是民眾 偷偷反對 這表示傲慢的執政黨 傲慢的蔡政府 朱立倫帶頭藍一名 都到期展現超強戰鬥力 但記者會才開到一半 突然有人來踢館 這件陳抗民眾越講越激動 甚至連口罩都掉了 最後是被警方以優勢人力帶走 不過國民黨令一下活動 夜宿開到49天 可就沒那麼順利 因為目前中日一分局 只核准11月1號和2日 兩天陸全活動恐怕會腰斬 所以原則上一到五是睡在凱道 那禮拜六禮拜天可能到外線 像這禮拜六我們目前在規劃到高雄 民進黨敵一黨之師 但是又匯集了所有的政府的力量 要對抗民意 凱道不能睡就到全台夜宿 國民黨展現超強戰鬥力 不過四項勾頭都贊成的訴求 卻被台北市長柯文哲批評核四跟藻礁 兩個都過或都不過互相矛盾 包括兩個民間團體提出來 包括國民黨提出來 都是民生議題 歡迎大家一起來 更好是我們打出來 四好全力打 為了藍白是否合作 朱立倫沒把話說死 立貧1218勾頭 藍綠各陣營動作平平互別苗頭 意味濃厚 歡迎收看宋君 另外一台報導